好,在这边呢,我们要用Pelani Practice Strategy来叫Fontfort Chapter 7,Graph of Motion So,Graph of Motion呢,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Distant Time So,Distant Time这一边的,我们要总它的那个Speed呢,是Distant Over Time这样的 So,在这一边,它让我们画它的那个Distant Time Graph based on the given information 它零分钟的时候,它的距离是零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就零零 然后,什么啊,十分钟的时候,五 二十分钟的时候,十 三十分钟的时候,十五 四十分钟的时候,二十 所以这一个这样,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它也是一样 OK,零零,向前走五,向上走十 向前走十,向上走二十 向前走十五,向上走三十 向前走二十,向上走四十 这样,这一个就是它的Distant Time Graph 然后,接着这一个是零零 向前走二,向上走十五 向前走四,向上走三十 向前走六,向上走四十五 向前走八,向上走六十,向前走十 向上走这个七十五 然后,我们再跟哪里上来 这个就是它的Distant Time Graph 然后,Distant Time Graph的话呢 我们的Y轴这边是Distant X轴这边是Time OK,然后我们通常 呃,通常我们都会去注明 它的单位是meter还是minute 这样的东西 OK 好,接着B,Draw Distant Time Graph Based on the given situation and experiment So,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数海达Cycle for十二分钟 然后,去一间店 距离它七百米了 然后,它的S等于减五十T加三百五十 T在0到三百六,0到六之间 OK,然后,S是它的Distant T是它的Time So,我们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T等于0的时候 我的S等于减五十乘零加三百五 所以它这个是三百五 然后,我的T等于六的时候 我的S等于减五十乘六加三百五 所以它在这一边是减三百 加三百五 所以它这个是五十 OK,呃,十二分钟 Distant in meter and time in minutes Relationship in journey represent by这个 嗯,so,这一边 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一个它就六了 0,1,2,3,4 来,这一边 1,2,3,4,5,6 然后,五十,一百,百五,两百,两百五,三百,三百五 OK,然后五十是在这一边 所以它在零的时候 它是在三百五 然后T等于六的时候 它在五十 所以这一个这样 直接连接下来 好,就是这样而已了 OK,我们只是把这个graph 这个graph画出来而已 OK 嗯,但是这一个 这个跟它的题目的描述有点不一样了 他讲它去七百米 距离七百米的 然后12分钟 可能它在这边 它只是前面的六分钟了 OK 然后它加是在三百五十米 然后那个电是在那个的三百五十 不知道 OK 后面的那一个它没有写 所以我们不管了 我们就跟着这样 它要我们画什么 我们就画什么了 OK 好 S等于四十 T T T 0 S 0 然后 10 Hour 10 OK 就 在这一边 它等于五啊 五 五四二十 五的时候是两百 嗯 嗯 这个题目它很奇怪的 它上面它这个它它应该是要放10 它应该是10 然后它是四百米 嗯 因为我的这个S T等于10的时候 S等于40乘10等于400km 嗯 所以它这个应该到10 然后这边到400了 so 呃 这这一种题目有点奇怪 so 也不用去纠结了 反正真正到了SPM的时候 我们很少看到这种题目 好 在这一边它要complete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the given time distant time graph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继续下去之前 我们先看这一个表 so 假设题目给我distant time graph so 我们在这种题目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做的事情是看它是distant time 还是speed time so 它给我distant time 的话呢 我们直接看到的是它distant 它平线的时候呢 它是at rest stop stationary 因为它的距离没有增加没有减少 所以它是停着 它的斜度是speed 也是rate of chain of speed 然后我们的average speed 是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ok so 只可以看一二三三样东西而已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这一个啊 movement of an object from o 去到d 经过abc 然后在这一边 它说gradient of 在oa这一边 oa 还有bc 它的gradient是positive ok positive 然后 在 在这一个呢 它说 the oa的这个部分 它走了25米 ok 在 10 秒里面 ok 10秒里面25米 ok 然后 它说 gradient of ab ab 这一边 gradient是0 然后 就是说 the object the object is in the object is in 什么 那一个 stationary ok bagoon sta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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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ok for 10 second 这一边 20-10 10秒 10 second 就是说 它没有动10秒 然后在bc 这一边 呃 它的 这一个bc bc 这一边呢 它走了多少 25米 50-25 就25哦 然后 for 这一边是40second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 25米 in 40 second cd 它 问gradient of the graph gradient of the graph 的时候呢 这个是向前走80 向上走0 这个是向前走60 向上走50 gradient 是 y-y 除x-x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gradient呢 会是等于0-50 除 80-60 所以它是-50 over 20 就是-2.5 meter per second ok 然后 呃 没有了 它要的其实是 the gradient of the graph is negative 它不是要我们算它出来 ok the object move to the origin point for 这个 50米 in the opposite ok direction ok opposite direction in 20 second ok so 在这一边它这样 50米 高反的方向 然后用20秒 这一边这个是20second 好 就是这样 ok 在这一边它要我们 calculate the speed of the following graph speed的话呢就是gradient咯 so 我们要知道在这个distant time graph里面我们的speed呢就是等于gradient of the graph ok 也就是y2-ye除x2-xe so 我在这一边这个是00 这个是48 so 我的这个speed呢就会是等于8-0除4-0 他就是2 meter per second ok 然后这个它这一边是00 然后这个是2.5 124 所以这个是小时 这个是km so 我的speed呢 会是等于124-0 然后2.5-0 所以我在这一边124-0 124哦 2.5-0 2.5哦 所以我拿到的是49.6 所以这一个等于49.6km per hour 好 好 接着这一个它是向前5走5向上走39分钟 然后这个是minutes 这个向前走0向上走9 所以它的speed呢会是等于39-9 5-0 39-930-35 66 6 meter per minute 就每分钟走6 meter 5.5-0 然后这一个是0.8 54 然后这一个是012 所以我的speed呢会是等于54-12 0.8-0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个是54-12 然后0.8-0 然后0.8-0 就0.8咯 不用再写减0了 所以是52.5 所以是52.5 meter per 哦 meter per hour ok meter per hour 好奇怪的一种单位 ok 它单位上面是meter ok 因为我这一个这一些都是meter 这一些的单位是meter 这个是hour 所以是meter per hour 这个是meter 这个是minute 这个是minute meter per minute 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这一边它要我们solve each of the following ok 来我们看 Telegram show the distance time graph of a car and a van OP 是motion of car 这一个是car 这一个是车 ok from bandaria to bandaria 然后QR呢 是van ok 它是从bandaria sertia to bandaria 这个是sertia 这一边是rear calculate the difference in speed of both vehicle so 这一个它走120km 这一边 这一个是2都号120 然后这一边是00 所以我的car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speed呢 是 那一个120-0 除2-0 所以它是60km per hour 然后van的情况之下呢 这一个是0 120 这一个是30 所以它这一个呢 是0-120 除3-0 然后就-40km per hour ok 然后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把它当成是40km per hour 方向不一样而已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velocity 然后这个才是speed ok velocity是有方向的 然后speed是没有方向的 modelmax这一边它的这个 有一点点乱 然后我们在physics跟mx的时候 我们就分的很清楚 positive是向前 negative是向后 ok so 在这一边 它这个要我们找它的difference的时候呢 so 它的difference in speed的话呢 difference ok 会是等于60-40 所以它是20km per hour 相差20km per hour 好就是这样 好就是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describe the motion of each of the flowing base on the given distance time graph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 是 找出它的那个 呃 斜度 ok 守两个小时 守两个小时是在这一边 so 这一边是00 零小时 守五小时 这个是两小时 然后这个是2 13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speed呢 就是等于130-0 除2-0 所以它是65km per hour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first two hour的情况之下呢 呃 是 什么 the car move for 130km with a speed of 然后 那个65km per hour in the first to hour ok last 0.75小时 最后的0.75小时是在这一边 这一边 这个是2.3小时 2.3小时 这个是3.15 3.15 3.25小时 ok so 3.25小时是3小时15分钟 然后就3.5小时 5.6小时 所以它是3.25小时 所以我在这一边是3.25 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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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ient 等于190-140 ok 不是gradient 那应该是speed 直接190-140 除那个3.25-2.5 ok 好 所以B的这一个呢 它的speed是这一个 所以190-140 3.25-2.5 所以我拿到的是 哇 66.67 所以这一个等于66.67km 然后所以 我们在这一边 这一个其实是50km 然后 呃 0.75 小时 所以这一边呢 就是说 它那辆车呢 ok 啊 这个是 the car move for 那一个 50km with 啊 speed 啊 这一个 66.67km per hour in the last 0.75 小时 好 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边 它要我们calculate the average speed of motion of car in the given distance time graph 所以我从这一边5km 走到12km 的时候 我这一段呢 是12-5 然后拿到的是7 然后我这一段呢 是12-7 也就是5 所以他总共走了几km呢 他total distance呢 total distance呢 是7加5 12km ok 这一些没有在走的也是他的motion的一部分 ok 所以他这一个total time呢 是1.5小时 所以他这一个是12km 然后1.5小时 所以我在这一边12除1.5 然后我拿到的是8 所以他这一个是8km for hour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着 就 比较长的应用笔 我们先来看这个example 然后following diagram show a distant time graph 然后of a car from p 去q 再回p 所以p去q 再回p ok 然后calculate the total distance of the car 它去65 回65 所以这一个是65加65 130km 然后if the speed from p to q 是50km per hour so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是00 然后这个是t65 然后它的speed是50km per hour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的这个65-0 除t-0 除t-0 等于50 然后把我这个乘上去 所以我这一边就有65等于50t 所以我的t等于65除50 所以我在这一边65除50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那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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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小时 60加10 8 8 就78了 ok 所以它是78分钟 ok 这个是60加18 因为1小时60分钟 所以它这个是78分钟 好 然后calculate the average speed for the whole journey 所以它total distance 130km total time是160分钟 so我的这个total time呢 它是等于160 per 60小时 ok 然后是803小时 so 它的average speed的情况之下就130 so 这个total distance是130km total time是803小时 所以我在这一边130 然后1660这样 so我在这一边 这个是130分母 这个是803 这个是130 然后分母 这一边是803 所以它拿到的是48.75 km per hour 所以这个等于 48.75 km per hour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看这一边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a distance time graph for a journey of a van from a去 b 然后再回a ok 然后calculate the distance travel in km of the van ok total distance ok 就是去50 回50 所以我在这一边 50 加50 等于100 km find the value of t in minute if the speed of the van from a去 b 是75km per hour ok a去 b 是75km per hour 这个是0小时 然后 0 km 这个是t 160 小时 然后50km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它的那个斜度是75的话呢 我就50-0 over t per 60-0等于75 ok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 哇 这个它已经有空格给你哦 这个是100 so 我的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b的 然后我就50等于75乘t per 60 ok 然后 我的t等于50乘60除75 所以我在这一边 呃 50乘60 除75 我拿它是40 40分钟 40分钟 ok 嗯 然后 它在这一边是50和75 ok 50和75 如果我是用那个 它是直接time 就是说这个我用的是的另外一个time的话time50的话 so就是说我的50-0 over t-0等于75 所以50等于75t 所以t等于50除75 然后 所以t等于50除75 然后 203小时 所以是40分钟 这样 ok 等于203小时等于40分钟 好 calculate the average speed hold journey 100分钟 so total time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是100 per 60 total distance是100km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呢 是60km per hour ok so我在这一边 上面是100 然后下面是100 over 60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60 ok 好 我刚刚是用心算的方式来拿到 好 来 我们看这里 diagram show a distant time graph of a journey of a car from town j to l 好 然后再回到j calculate the distance travel in km of the car 他去的时候是65 回的是65吧 所以65加65 他就130km ok 好 所以这个是130km 然后接着 find the value of t if the speed of the car from k to l 是43.5km per hour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呃 这个其实是 一小时 然后65km 这个是tipor 60 然后36 所以我的65-36 over1-tipor 60 会是等于 这个43.5km ok 好 所以b的是这一个 然后我在这一边就65-36 我拿到的是29 然后这个乘上去43.5- 这一个43.5除60 这个是0.725 0.725 0.72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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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把这整个乘上去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这样 啊 我把这个绑过来 这个绑过去 所以我的0.725t等于43.5-29 所以我在这一边43.5-29 然后我拿到是14.5 14.5 所以我的t呢 是14.5除0.725 所以这个14.5除0.725 然后拿到是20 so t是20分钟 ok so t是20分钟 好 然后c 他要找average speed for the whole journey so我们知道他的total distance呢 是130km 刚才那边有了 total time呢 就是在这一边150分钟 是150分钟 也就是150 per 60 小时 so我的average speed呢 就total distance over total time 130 over 150 per 60 所以我在我计算机这一边 这个130 然后150 per 60 ok 好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52 so 这个是52km per hour 好 就是这样 52km per hour 好 在这一边呢 这个是属于graph of motion的第一个部分 distant time graph 然后第二个部分velocity time graph 和另外的影片再来咯 把他们看定了 咯 净 所以